大家好,我是老僧 上一期咱们盘点了毛泽东最大胆的言论 比如没有日军侵略就没有新中国 以及共产党的目标是建立美国式的民主等等 但毛泽东在生活作风上也是相当大胆的 这一期咱们来说说他生活上的细节 毛泽东谈过好几段恋爱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他还会教年轻人怎么跟异性交往 毛泽东跟其他领导人之间没有什么来往 最亲近的是那些文化水平低的年轻卫兵 毛泽东很喜欢跟这些小年轻讨论他们的女友 还会面受机遗教他们怎么追女朋友 甚至还会带他们写情书 毛泽东的情诗水平是不错的 有诗为证 俏也不珍春 只把春来抱 带到山花烂漫时 他在从中笑 喂 等一下 老师不是这样说的呀 这首诗不应该是表达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吗 怎么就成了情诗了 是这样的 1961年 毛泽东的一位秦人给他写信 含蓄的埋怨 毛泽东对他不管不顾 怎么个含蓄法呢 信中抄露了路由的普蒜子永梅 来表达自己被抛弃的忧怨 毛泽东就做了一首永梅回复 也就是上面的这个 俏也不珍春 只把春来抱 所以呀 这首诗其实是安慰他的 确实是一首情诗 不过呢 两年之后 也就是1963年 中苏公开落掰了 那这首词呢 就被发表出来 作为特定的宣传用 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寒冰雪中 只有中共坚持马克思主义斗争 所以学校你就会说 这是表达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这倒是也说得通 不过这首诗的初衷 是毛泽东在安慰自己的情人 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呢 叫李治水 出生在医学世家 家中五代为一 李治水在上海的美国人学校里接受教育 并取得医学博士学位 毛泽东曾对李治水说 中国呢 对世界有三大贡献 排第一的就是中医 不过毛泽东推崇中医 只是口头上的 实际上 他并不信中医 他拒绝吃中药 当然 他选择受西方教育的李治水 来当他的医生 也是一个证明 毛泽东自己也承认 这是矛盾 毛泽东1956年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论十大关系》 谈到中外差距的时候 有这么一句 除了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逆时悠久 以及在文学上 有一部红楼梦之外 很多地方不如人家 骄傲不起来 前面说过 毛泽东认为 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 第一就是中医 第二就是红楼梦 第三就是麻将牌 毛泽东说 不要小看麻将 因为麻将是184张 变幻无穷 在判断输赢的过程中 可以了解到 偶然性和必要性的关系 当麻将是要钱的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毛泽东写书 给自己赚了不少钱 这个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也希望我的频道 可以找些盈利 所以还请大家 多多订阅和点赞 言归正传 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 毛泽东选集的稿费收入 就已经达到了300万人民币 到了文革 人手一册小红书 毛泽东语录卖出了上万册 这个收入大家可以算一下 所以说从1950年开始 毛泽东就当上了中国的首富 而且还是通过智慧产权制的富 有钱能使人慷慨 毛泽东经常资助陷入困顿的老师和朋友 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之所以贫困 恰恰是因为共产党当权 财产被没收导致的 那毛泽东不缺钱 所以在支付资遣费上也很大度 这个资遣费也就是嫖资 后面咱们也会说到 毛泽东对美国 尤其是美国人很有好感 当他号召学苏联的时候 人人都在学俄语 而他在学英文 1954年之后 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会读些英文 他的英文老师我们介绍过 就是他的私人医生李之随 毛泽东学的英文也是政治课本这些 比如socialism 例如恩格斯的书的英译本 以及刘少奇在会上做的政治报告的英文版 不过毛泽东学英文不是为了学习 而是为了消遣和跟人说话 毛泽东生信多疑 对党政界多有忌惮 孤家寡人之下 就会对身边伺候他的人额外亲近 比如卫兵 护士 医生 这些圈外人士 所以跟自己的医生学点英文 顺便谈谈话 问点事 不是很好的吗 毛泽东平常穿衣很朴素 换成现在的话 就是简约粗步风 除非节日庆典和见外宾 否则不会穿上中山装或者新衣服 毛泽东喜欢破旧的衣服 因为旧衣服贴身 新布鞋也会让给别人先穿 因为新鞋的鞋帮硬 不合脚 那等别人把鞋子穿合脚之后 毛泽东会再换上 自从迁入中南海之后 毛泽东也再也没有洗过澡 因为先洗澡费时间 那么毛泽东怎么清洁身体的呢 每天晚上毛泽东在批文和看书的时候 卫兵会来给他用湿毛巾擦身 有时候呢 是跟人闲谈的时候 卫兵也会来给他擦身 毛泽东不仅不洗澡 也不刷牙 他只用茶漱口 今年累月呢 牙齿上长出了一层绿苔一样的东西 远看牙齿就是黑的 所以在给毛泽东拍照时要额外小心 要找准角度和时机 不能拍到露出牙齿的画面 实在不行 就要对图片进行优化 额外说句 在还没有Photoshop的时代 中共的修图技术已经很先进了 毛泽东不刷牙 而且还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 老虎并不刷牙 但虎牙不是比谁都风腻吗 根据毛泽东医生的检查结果 毛泽东的前列腺正常 但他没有生育能力 也就是蓝性不孕不育 那知道这个结果后 毛泽东还问 那么我成了太监了吗 这你不妨讲一下 太监了是因为生殖器被割除 所以丧失了生育能力 而蓝性的不育 一般是跟金叶品质或金子有关 毛泽东喜欢谈性 他很羡慕东北王高岗 因为高岗用办舞会来勾引女性 并和一百多个女人发生关系 毛泽东不避讳性 所以相亲也会大声宣布 跟毛泽东做了爱 并称赞毛泽东的不凡之处 在这种风气之下 连护士也爱公开谈性 毛泽东私生活放纵 在党内成为了公开的秘密 1957年 彭德怀在政治局给他提意见 问为什么要在警卫团成立文工团 斥责他后宫加利 粉带三千 彭德怀确实敢说真话呀 随后警卫团文工团也就被撤销了 毛泽东不仅大搞蓝女关系 还会把素女经拿给他们看 素女经呢 是中国古代专讲房中树的书 有些女孩子看不懂素女经中的术语 还会向你之随医生请教 毛泽东呢会用钱打发他睡过的女孩 也就是资遣费 叶子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 机要秘书室主任 同时呢也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管家 他负责管理这些账目 资遣费呢介于数百块到数千块人民币之间 1955年政科级官员的月薪是100元左右 政治局委员的工资是500元左右 可见呀 资遣费是非常慷慨的 上面说过 毛泽东的稿费收入也是天文数字 一句话 毛泽东不差钱 中共官员在乱搞蓝女关系上花样百出 姐妹花这些在新闻上已经见怪不怪 现在看来应该是得到毛泽东的真传 上面提到过 毛泽东在警卫团私设文工团 而文工团里呢还会介绍别的女子 比如自己的姐姐甚至大嫂 理智随医生就讲过这样一个姐妹花的案例 毛泽东呢并不在乎这位二姐已婚 这位二姐夫呢更是觉得光荣 希望以此作为升官的敲门砖 所以毛泽东在晚饭后就叫这位二姐夫回家 让二姐呢住了三晚上 毛泽东玩姐妹花 性生活放纵 也因此得了花牛病 具体叫做阴道低虫病 男的感染后症状不明显 但是可以传染给女性 所以凡是跟毛泽东有性关系的女子 换句话说 被他宠信过的女子呢 全部患上了阴道低虫病 而文工团内部服装是混穿的 这就导致了整个文工团员患上了这种病 而且很难根治 文革期间毛泽东还患过生殖器炮疹 这也是一种性传播的疾病 不过这一次 你之嘴医生用了传统中药来治疗 50年代中期以后 毛泽东开始寻求长寿之法 跟秦始皇一样寻求长生的药物 他尝试过罗莫尼亚医生勒布辛斯卡亚的长寿法 也就是肌肉注射H3 坚持了将近三个月才停止 之后呢 毛泽东让医生寻找安全而且有效的壮阳药 你之嘴医生跟其他医生商议 最后决定使用暗示治疗法 俗称了善意的谎言 也就是在胶囊内装上葡萄糖 取了一个名字让毛泽东服用 毛泽东长期服用壮阳用的人生药 跟大量年轻女性做爱既是满足其淫欲 也是在实践古代宫廷秘书中的采音补扬 这一点在随后的中共官员中更加发扬光大 在中国长久以来跟幼女发生性关系叫做嫖宿幼女 不按强奸定罪 直到2015年 嫖宿幼女罪才从中国法律中废除 毛泽东曾经有一套食品安全机制 1950年他的团队从苏联取经 先是搞了一个巨山农场 作为首长专供 其次在警卫局成立供应站 农场来的食品集中到站内 并在站内的化验室进行检测 化验室还有两个 一个是生物化验室 检验新鲜和养分 一个是毒物化验室 专门检验毒物 最后一道程序是代偿 也就是让试吃员先吃一定数量 检验是否中毒 这个方法在全国各省争相效仿 若干年后 这一套御膳房机制撤销了 巨山农场交给北京市 不过还是由巨山农场 直接供应毛泽东的食品 几十年后 随着中国土壤污染和过度使用等等问题 这套御膳房机制 又在中国政府机关中流行开来 说了这么多关于中共的东西 我们终于说到了动物 曾经因为非典病毒 果子里成了明星动物 但是吃果子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1958年1月 中共在南宁开会 广西自治区党委 请毛泽东和他的随行人员吃龙虎豆 毛泽东破例跟大家一起用餐 其中的龙就是蛇 不过不是一般的彩蛇 而是叫做三花蛇的毒蛇 那虎就是猫 但不是一般的猫 而是野生的猫磕的果子里 这套菜非常油腻 但是毛泽东很爱吃 额外说一句 毛泽东应该是吃过真的老虎肉的 大跃进之后 毛泽东知道了全国饥荒 决定不吃肉了 他说 大家都饿饭 我不能再吃肉了 刘少奇和周南都劝他吃肉 有一天 东北送来老虎肉和鹿肉 毛泽东让把这些肉 拉到大食堂给大家吃 这个例子应该说明 毛泽东是吃过真的老虎肉的 等一下 毛泽东不是在长江游泳吗 他有一句诗 中游积水浪鳄非洲 怎么到你这里就成了漂牛呢 别急 等我慢慢到来 1966年7月 73岁的毛泽东长江游水 轰动全球 国外媒体认为 这超过了奥运记录了 但是实际上是怎样的呢 长江武汉段水牛很急 对于一个有啤酒度的人来说 只要羊躺在水面上 就可以一路顺流而下 轻松飘过几十里 所以毛泽东的游长江 准确地说是长江大漂牛 很多人都见过或者摸过人民大会堂 因为第500人民币100元的背后就是它 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 每周都有一两天的开放日 民众 也就是人民 可以进来参观 1966年文革爆发 人民大会堂就被封闭起来了 只供开大会以及高层办公和接见用 不再对人民开放 文革期间也停止搞舞会了 毛泽东不能出去寻欢作乐 所以偶尔会看看电影录像带 他最喜欢的是来自香港和美国的武打动作片 但看动作片不如谈恋爱 很快 毛泽东开始用人民大会堂的118厅来消遣 各个厅的女服务员轮流来服务他 118厅也就成了毛泽东的私人会所了 文革期间 爱国小粉红也砸向了人民大会堂 这里面挂着的潘天寿无作人的国画作品 被拆下来放到仓库 一放就是十年 一些家具也被私人占用 这确实有些不可思议 不过倒也证明 红卫兵工作细致认真呀 对了 你大概也猜到了 人民大会堂这个名字 不是别人起的 正是毛泽东起的 在竣工之前 它叫做万人大会堂 前面说过 毛泽东多疑 对党内高层很不信任 奴上会议之后 毛泽东曾对你之嘴说 中国共产党内 好人早就死完了 现在剩下的都是些行尸走肉 毛泽东最害怕的 是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 毛泽东之所以频繁出巡 直接会晤地方首长 为的就是绕开庞大的党政官僚体系 直接和地方领导接触 利用自己的威望来传递自己的意志 但他不希望这些话被当作中央制定政策的依据 因为不想承担责任 所以毛泽东擅长隐藏自己 不接受随声带速记员 跟地方的谈话会对党中央保密 那地方会根据毛泽东的谈话做改进 然后向中央请示 但中央不知道毛泽东到底讲了什么 也就没有办法做出决定 最后只好背着毛泽东安装窃听器 毛泽东专业的灯罩和花盆 以及餐车 会客室 卧车等都安装有小喇叭 最后在毛泽东经常去的招待所 也安装上了窃听 这个计划原本十分周密 但最后还是被毛泽东发现了 而无意中破案的正是毛泽东的一位情妇 在无数中国人心中 毛泽东是忠厚长者 是文采飞扬的思想家 是艰苦朴素 一心为民的公谱 是警告党不要成为权贵阶层 不要当你自成的智者 但显然这不是真实的毛泽东啊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毛泽东 你觉得是什么呢 好了 这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的话请订阅我的频道 点一个赞 增福增寿 我是老僧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